离开了也终于推出一台可以拍摄8K视频的相机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Kelvin 下一周10月14号离开了就要发布最新的无反相机 Z6还有Z7的二代了 那到底它是小改款还是有飞跃的进步 在对焦上面能否追赶索尼还有佳人 在话题上面能否超越竞争对手 视频除了4K60 有没有更高的一些视频的规格参数 到底它能否内陆 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昨天网上面已经开始流传出 这个离开的旗舰无反Z9的一些可靠参数了 而且每次网站所流传出的这些信息 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所以虽然说是谣言 不过可信度非常非常的高 从参数来说 按照2020年目前来说 这个标准来说 它就是怪兽级别的 4200万的传感器 每秒23的连拍速度 ISO可以从64一直到25600 全新的电池 视频部分可以拍摄 8K30 4K120 4K60 4K30 而且这是一台使用D6级别的机身 拥有R5的画质 Sony A92的对焦 从数据来说 简直是一台完美的机器了 而且按照图片的机身大小来看 感觉无论是拍摄 Sony会推出什么样的性能怪兽 来去应战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世界上面 如果真的有一台 这样完美的相机 拥有离开的质量 离开的操控 Sony还有松下的视频参数 加热的颜色 还有对焦 我估计它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代神机了 从以上的参数 我应该可以大胆的去预测一下 下周Z6还有Z7二代的一些参数了 在传感器方面 肯定还是和现在的一样的 在对焦方面 估计终于可以增加视频的眼部更加功能 但是拍照部分也会有所提升 但是能否超越佳人或者索尼 我感觉又未必 双卡 这个也是毫无疑问的 应该是FCFE加SD卡 视频部分估计最多就是4K60了 4K120应该就不会在这一代机型上面会看见了 大家最期待的翻转屏幕 应该也不会拥有了 内陆N-Log或者HLG的话 我感觉也就是5050 不过ProRes World应该是相机自带了 连接NinjaV可以直接使用 不需要送回去服务点付费更新了 不知道以上所说的 有多少可以真正的去实现 我们一周之后就知道了 最近我的更新频率也有所下降了 原因就是我一直期待着 我所预定的索尼的A7S3 不过新西兰这边一再推迟 所以我估计我下周才能够拿到 还有就是我一直期待 离开给我进来一支 我最期待的一支镜头 我也希望在国庆之后 我可以尽快拿到 那所以从下周开始 我的更新频率应该会加快的 所以请记住订阅我的频道哦 今天就简单的聊到这里了 那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